Prophex 普羅政治 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 因為時間問題 我們沒可能在節目中播放三個人的說話 那大鷗很抱歉 我又不會播你的 大家可以上網看 李啟迪的講法是其中幾個重要的項目是很清楚的 這個都是我們一直以來都有講過的東西 但是沒有他這麼完整的論述 當然在文章那裡我們有 一位年輕朋友或者做過學院的編輯的李啟迪 他的論述是很有邏輯非常清晰的 特別講到自己我不是中國人的講法 我想現在的年輕人用一個常識的標準 他都是和李啟迪的想法一樣 不過他可能沒有好像他這樣講出來 我就沒有聽民怨講什麼 他就有批評民怨的 我也沒有聽達說什麼 我只是想指出一件事就是 這種所謂本土的意識 他真的已經是一個潮流 一個思想潮流 在年輕人 特別是大學生 很清楚的 香港大學畢竟真的是學院 當初去推動這個社會主義思想 或者國粹派那個思潮 七十年代的時候 七十年代初 也是一樣的 他也是走在最前面 一樣的 抗衡了整個主流社會 抗衡了整個主流社會 現在反過來 這幫人就是抗衡了整個主流社會 你不同意 一件事 你不同意就不是代表 這一條路線 這個思潮 會走走走就沒有了 那個思潮會被更大的一個潮流掩沒的 這個已經是浩浩雙雙 不要讀個檔字 亦之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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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的這個是 很清楚的 所以我們 都要自認弊鄉 對付水貨客 有很多人說不對 有些人說我代客要以禮相待 你有沒有對水貨客要以禮相待 走私的大哥 有些人就沒有犯法 但是你押著這條街 你擾慮我正常生活 連這個退休高官王永平都說 他說以禮相待的基礎是什麼呢 是不能夠損害自己或者家人的正常生活 不能讓少數人的領域凌隔大多數人 連這個老爺 頭腦清醒 你現在這幫混蛋 是不是 怎樣叫代客之道 你用一堆人來 亂招勞 你看看韓國現在又動你 泰國又動你 連泰國靚毛都動你 是不是 加拿大又動你 那你香港 和他只有紫尺之謠 受害最深的 你現在說什麼 你現在那幫所謂泛民主派 和這幫 那天開記者會 那幾條膝頭 你說什麼 街道 對不對 是不是 你這樣說 代表什麼 我包容 不應該用暴力 現在有幾個暴力 又說不出 是不是 有幾個不生瘦的 去跟你推撞 就是這樣 是不是 有幾個暴力 你告訴我 是不是 你有些人 又說要學黑炮黨 又說要扔汽油彈 你這條節目都講過 這條膝頭 是不是 免得開他的名字 免得他 是不是 哇 你現在說 恐怖主義 有幾恐怖主義 現在被人打 那些全部都是這些反水火 那些示威者 被人打到頭破血流 被人抓 沒有被人抓 是不是 你還不記得 就是兩個星期前 那個女生被人禁落 然後整個嘴都是血 你又不見你們反應這麼大 所以昨天有人出了商 想說在禮賓府 那個年輕人 有個瓶 手手和寶寶都哭 那些人不就出聲 還要混血兒 那個很可憐 哭得鼻涼 但是我自己 因為我今天第一次 因為我沒有怎樣接觸 就是說 我跟那些學生 其實很少說這些 那些東西 但是其實我第一次 是見到 譬如是抗餘的學生 或者一些 其實是 所謂 其實我又不想用本土派 實際上這個是常理你的 就是你在這裡住 你當這是你自己的家 你就要保養自己的地方 但是你會見到一件事 就是其實現在這個 我相信這個趨勢 不單是在香港 我有感覺 其實現在是全球 包括台灣 台灣其實剛剛這一次 就是有做了一個台灣的年輕人的民調 很大部分的台灣年輕人 都是走向了台東 因為其實你見到 是星期日 就是拿著台灣獨立旗 在台北那裡操 太陽發生差不多一周年 剛剛過一周年 這個反而就是 其實香港所謂的本土形勢 不單是自己香港的事 其實是全球的一個對於 也未必一定是跟全球發有關的 但是實際上就是面對著 你不同一些的周邊的大國 特別是我們這一類型的 面對著大陸的 他那種再入侵和再殖民 其實是一個 整個最自然的反動來 所以 所以不能說 現在這一刻 你特別是在浮了面 那一班的政治人物 你們還不立刻醒覺 跟上民情的話 你真的完全是被歷史淘汰 現在這一班所謂的 建制民主派和殖民主派 已經是玩完了 就是看什麼時候玩完了 但是奈何 你連這些所謂的進步民主派 都墮落到這樣 你明白嗎 你完全 等於長毛經常在講 你現在對付水火下 你不是指向權力核心 那你吳文遠 今天那個說法 又是你撿這個長毛的口水尾來講 一樣是 他們有一個定調 就是這些不是權力核心 這些是弱者 你不應該對待這些人 你對準中共政權 有本事就打進去大陸 就講到這樣了 等於是 你不是瘋狂的 他是溫和一點的 他今天說法就是 你有本事就搞那些藝房的店 那些金主 那些老闆 你為什麼要搞那些金主呢 你告訴我 你打開門做生意 反過來 反過來 如果這樣說 你為什麼要搞他們呢 其實 你一定是有人受到損害的 一個任何一個運動 有關的訴求 你每年七一遊行 那條街兩間店 兩間店舖 沒人家做生意 是不是受到損害 交通 封了一邊路 那邊不能行車 是不是有人受到損害 尤其那些餐廳 全部都有人受到損害 任何一個大型的運動 社會運動 必然有人會受到損害 那個是陣痛 沒得商量的 是不是 那你怎麼可以作為一個 你不是主要的權力核心 不是主要的權力 那些是弱者 真的錯了 是不是 你剛才的說法 就很清楚了 那些都是作戰的 在前線 你真是 你都不記得了 當年毛澤東 曾經跟那些美國佬怎麼說 我隨時可以做一千萬人去你 人海戰術 當年跟國民黨打仗 前面那一排 是手無寸脫的人 你開槍 開到你手軟 你開不到槍 就在後面殺過來 有槍那些 共產黨真是 是人命如草戒 大佬 這個就是 所謂真理殺人 我這個共產主義的 這個理想 可以為這個理想 不但你自己可以獻身 所有的人都可以犧牲 為這個神聖的目標 到頭來 原來少數的人都極權 其實是 因為共產黨 哪有變過 你由他成立到現在 即是 即是 19 即是 當他上一世紀的二十年代 到現在 都成立八年 即是 包括他 開始有武裝革命的時候 他不是是人命如草戒嗎 是嗎 我今天在網上見到一句說話 我覺得其實很有意思 其實是一個網上的朋友分享 都有幾多人分享 我看到 他講的就是 民主總是由沒有禮貌的暴民爭來 卻斷送在有禮貌的香縣手中 這個倒出事實 你這一句說話 當然 你說對敵人的人詞 對自己的殘忍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而你說 你爭取民主 一定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有一個預期的 一定有預期的成本 所謂預期的犧牲 那你盡理的方法 減到最低的 但實際的就是 你要追求民主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覺得 一定要乾手正腳 何去乾手正腳 就是你不可以有一個 所謂的政治的潔癖 你覺得追求的時候 你一定要穿著一個 白色袍 加身的一個道德性人 就走下去爭取民主 不是這樣的 現實的生活 就是告訴你 你要爭取民主 你還要面對那個社區的問題 你還要面對著水貨客 那你又可以怎樣 這個李啟迪呢 我都跟他有一面之緣的 在佔領運動期間 那個雨山革命 都跟他有一面之緣的 你看他的那個論述很清晰的 就是 他反駁這個 那個民怨的說法 說你本土主義是仇恨的 不是仇恨來的 他說 那個是 對香港的愛 對這一塊土地 建設民主中國 就錯了 那理由就是 如果民主中國 就有十三億人授權 那他做壞事呢 更徹底 他可以取消一國兩制 對香港一定沒有好處 而且他有一種擴張侵略的 這一種這樣的性格 所以 就是這種這樣的說法 其實我們 我們 都不是一種新鮮的說法來的 但是出自這位 就是 年青人的口中 就是更加珍貴的意思 有很多人 在擺個心裡 又不敢說 這樣 我記得就是 魏康那類似的東西 跟我聊天的時候 你中國有民主 香港一樣沒有 中國經濟 發明香港更加沒有民主 這個就是 魏魯康那個說法 那你想想 真的有些智慧 就是最近 李懿就引述這個陳印國 那個說法 就是 中國人就是什麼呢 上詐而下語 上面那個 上面的有權力的那些是奸詐 下面那些普羅百姓 就屌老百姓 就愚蠢 上詐而下語 下語上詐 下語上詐 就是這樣 社會就不能夠維持下去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上詐下語下語上詐 群眾眼睛是雪亮的 這句說話 不一定是對的 群眾眼睛有時候 生了白內障 可以告訴你 雲南詐那件事 其實也不是真的 群眾眼睛不一定是雪亮的 這個說法是很正確的 我覺得 休息一會兒